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回到咱们六级词汇的课堂 咱们今天讲解手上讲义中平词汇的第29单元 麻烦大家把手上的讲义拿出 今天学习的第一个词条是一个经济词汇Dividend 构词的话特别的简单 从整体利润当中Divide出来的一部分 分给的话你就变成了红利和股息 在阅读当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的术语 叫做Social Dividend,社会分红 由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 詹姆斯米德,他的老师是著名的凯恩斯 我们之前不是跟大家介绍过凯恩斯主义吗 对吧,所以其核心的理念 公共资源投资所获得了利润五五等分 一半作为积累基金 剩下一半作为红利分发给的话所有的一些公民 随着积累基金的增加 公民分得的红利也会逐渐增加 是不是听上去还挺不错的 挺有诱惑力的一种方式 对吧,Social Dividend OK,Pay Dividends,Bring Dividends 有好结果有回报 这算是一个习语了 对吧,我们只要花钱就必然能够获得股息和分红 那显然说明复苏终将会有回报 看一下例句 Yet we know that the difficulty can pay unexpected dividends 然而我们知道困难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 困难也会有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好的结果 也会有回报 这不就出现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表达法 对吧 所以结合这一个经济类词条 咱们扩充两大组单词 第一组和钱有关的 历年真题当中出现过的重要的和钱有关的概念 都在屏幕上这一屏了 大家可以先截一个图 等有空的时候的话 再来慢慢的腾笔记 单词数量有点多 第一,allowance allow表示允许 允许你拿的钱 中文叫做津贴补助 定期或出于特殊原因 而给予你的一笔钱 对吧 比如说作为一个工作的人 这假如要出差 是不是会有餐饮补助 也会有住宿补助 对吧 这你们作为学生 偶尔也会拿到学校里面 给你们发的各种津贴 给比如说读研的同学 是不是就会有津贴 的读博的同学显然更有了 对吧 本科生也会 偶尔有机会 获得一些allowance 接下来 fair和fee 这两个单词 中文都翻译成为费 中文里面的那个费一字 其实就音译字 英语当中 fee这个词 fee 左边是指的是交通费 右边是指的是专业费 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吧 所以坐车 坐船 坐飞机 买票的钱 那种票价叫做fait 右边呢 指的是付给专业人员的工作酬劳 k 你花钱购买的是对方的职业能力和专业技能 最典型的 打官司 付给律师的律师费 叫做fee 看医生 付给医生的诊断费 叫做fee 你要出国 付给中介的文书费 是不是也叫做fee 好 紧接下来下两个单词 我们都管它们翻译成为薪水 但区别是在于 左边叫做月薪 右边叫做时薪 假如你是个正事工 每月你工资 这是不是叫做salary 对吧 这右边的情况下 按小时 按天 按周领的钱 都可以叫做位置 比如说做家教 按小时给钱吧 你到一个商场 给一个品牌 做什么宣传 做代言 做促销 做推销 是不是都是以天来给钱 对吧 通常情况下 你当一个实习生 都是结周薪嘛 按周围单位来给钱 salary和wage 下一个词tip 表示小费 专门有一篇文章 不是谈论到外国的小费制度吗 对吧 这文化当中不成文的一种规定 假如到欧美国家 10%到20% 所以咱们国内呢 一些新级酒店 是不是会加收15%的服务附加费 相当一个东西就取了一个中间纸 tip的第二层含义表示贴士 比如说六级考试小贴士 对吧 夏日防晒小贴士等等 给 下一个词会postage 油资 之前跟大家说 post做前缀两层意思 第一层表示在后面 第二层表示和邮政相关 这个地方显然就是跟第二层含义有关了 对吧 邮政卡片postcard 邮政办公室post office 对吧 这邮政海报post 都和邮政相关 tuition 学费 特为退 我要退学 也要把学费退给我 对吧 学费 下一个stock 同学们以前背的含义 是不是叫做库存 对吧 未经流通交易 就只能存在手上的这些债券 就被称作股票了 下一个词 security 安全债券 叫做证券 注意哈 单数形式security表示安全 辅述的时候才表示证券 下一个简单 expense 花出去的钱 叫做费用开支 下面这个词 deposit 第一表示往下 post表示放 it 就是表示你的钱了 把钱往下放 中文一 定金 中文二 预付款 对吧 下定的钱 我要租你的东西 是不是也需要 预付 定金 所以引申成为押金 保证金 第三层含义 我把我的钱放到银行下面 是不是就构成了存款 下一个词subscription 以前我们翻它叫做订购订阅 跟钱有关 指的就是订阅费用了 像现在的话 好多网站 要想去广告啊 看一些专属的 独有的片子呀 是不是都必须要付出订阅费 在这些网站上面 就叫做会费嘛 对吧 下一个词 down payment 下定买单 分期付款当中的首付款 down payment 下一个词会instrument 分期当中的一期付款 这个单词来自于install 安装 什么叫分期 一步一步的付钱吗 安装呢 一步一步的装嘛 谁说的话 本身我交一步安装费 就变成了一期的付款 下一个scholarship 奖学金 pension 养老金 退休金 对吧 养老金 退休金 好 这是第一组扩充 紧接着第二组扩充 通过历年的真题卷子的寻找 给大家抠出来一些 常考的经济类的词汇了 但经济类词汇显然没办法穷尽 我只能说的话 把一些重点的 特别高频出现的 放给同学们看看 认识的就略过 不认识的 到时候截图 慢慢的来补充笔记了 economic revival 经济复苏 关键词是它 来自于动词revy 再活一遍嘛 enterprise in the red 好形象 飘红的企业 指的是亏损企业 我们平常说赤字赤字 deficit 是不是也就是红颜色的字啊 对吧 所以红 看清楚了哈 cost efficiency 成本效益 成本收益 merge and acquisition 讲过 左边是叫做合并 右边是叫做收购 合二为一 统称叫做并购 通常缩写就写成了 M&A嘛 下一个 第一表示往下 value表示价值 价值往下了的美元 指的是贬值 下一个词汇 pep 本身是表示敲击 敲击消费者市场 就引申成为扩大消费市场 正在浮现的行业 这个地方的profession 也可以改成industry 新兴产业 新兴行业 下一个 double digit inflation 两位数的通货膨胀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ies 能源密集型的产业 注意下这个词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要构建 知识经济的社会 是不是可以根据 这种类似的构思法 我们自己也可以编一个单词 knowledge intensive society 知识密集型的社会 下一个词汇 flatuation 之前学fal表示飞行流动 所以价格飞来飞去 上下起伏 指的是波动 crude oil我们也学过 未经加工处理的油 叫做原油 原油价格的波动 下一个词 the national economy is total receipts 国民经济的总收入 其实receipt字面含义 是表示收据 对吧 我这张收据单子上面 写着整个的国民经济 就变成了总收入了 下一个 intermediary company 中介公司 英特表示当中 MED又表示当中 对吧 在两方当中的一家公司 就叫做中介了 下一个asset income 资产收益 主要就是左边这个词 资产要认识 farm subsidy 农业补贴 price mechanism 价格机制 这个单词是不是长得特别像机器那个词 machine 所以机制 explosive growth 爆炸式增长 income bracket 这个单词流星 本来的含义是表示括号 词源是来自于brace 我们上个单元不是讲过inbrace 使之进入手臂吗 所以叫做拥抱 所以上面的手臂和下面的手臂 是不是蛮像两个括号 再次隐身 把一堆东西当中的一部分用括号括起来 它就变成了一个阶层 它就变成了一个固定的对象 组别嘛 所以income bracket 收入阶层 下一个单词 hard currency 硬的货币 就是叫做硬通货了 下一个词allocation of funds 这个 使之各司其位 所以叫做分配 资金的分配号 look做词根表示地点 exercise macro control 进行宏观调控 注意一下exercise动词的使用 第二词 purchasing power buying power 购买力 ready money 现成的钱 所以中文翻成现钱 frozen capital 被冻住了的资金 tip pooling 小费的均分制度 假如我们是在一家餐馆里面打工 如果约定输成达成了tip pooling 啥意思呢 我你你你你你 领到了小费 都不据为己有 而是放在一个公共池里面 到了一定的截止日 我们按人头来均分 这就叫做小费的均分制度了 tip pooling 下一个好形象 belt叫做袋子 titan叫做弄紧 内紧裤腰带 这咱们中文是比是这个表达法 紧缩开支 investment return 投资回报 property tax 财产税 stamp duty 我们说它 它是不是叫做邮票 跟邮票相关的这种税费 印花税 price hike 价格的上涨 multi national corporations multi表示多 nation表示国家 跨越多个国家的公司 跨国公司 most favored nation treatment 最惠国待遇 labor and management 劳资双方 这个地方的management 还可以改写成为capital 劳房和资方吗 invoice 发票 gold rush 淘金 fake commodities 就是表示假的商品 poor quality commodities 低质量的商品 合二为一 假冒伪劣商品 下一个export oriented economy 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 被称作外向型经济 这一个构思法 同学们要认识 oreant的作名词表示东方 太阳 o 升起 rise enter 进入 太阳升起 进入天空的地方 就被叫做东方 像新东方的话 就被写成 new oriental school 所以做动词的含义 表示确定方向 你一旦知道你一个方向 剩余的几个方向 是不是都能够确定 所以当把oreant写成过去分词 前面加连字符 但凡成其为复合词构成的时候 做形容词词性 中文翻词以什么什么为导向的 比如说在咱们六级翻译当中考过 市场经济这个词 我们是不是可以参照这个写法写成 market oriented economy 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吗 在比如教育类的文章当中 quality oriented education system 以素质为导向的教育体制 是不是叫做素质教育 和它相对 exam oriented education system 应试教育了嘛 所以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 cargo表示货物 manifest我们学过 叫做再货清单 所以货物清单的名字就出来了 对吧 第二个我们是不是还学过inventory 也可以表示货单嘛 business restructuring 商业从主 structure表示建造嘛 再见一遍 bubble economy 泡沫经济 reminder remind的叫做提醒 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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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提醒你的这个东东 叫做吹款单 下一个speculation 本意是表示猜测 就引申含义叫做投机嘛 这不就是赌博的时候猜大猜小的过程嘛 对吧 affiliate 子公司 我们之前被它是不是叫做负数 负数在母公司上面的公司就叫做子公司了 股份的持有者 中文叫做股东 maximize profits 最大化利润 precious metal 贵金属 socialized medicine 被社会化了的这么一种治疗 所以中文叫做社会化的福利医疗了 对吧 这通过第一个单词 咱们拓展出来的词条数量真的不少了 所以我说了 讲义当中高频和中频原生词汇有限 但加上咱们上课不停补充了这么一些单词 整个词汇课大家听完 可以听到老师大约会讲到的话2000加的词汇量了 对吧 这个数量可真的就不少了 下一个dome 印象深刻吧 arc 圆弧 dome 穷顶 对吧 跟统治啊 跟家啊 都有关系了 穷顶 穷顶的建筑 dwell 驱住 欺身 构成了一个重点的高频词主 dwell on dwell upon 你住在这上面 那就是表明念念不忘嘛 总是想着 总是叙述着 总是唠叨着某事 尤其指令人不快之事 the more we dwell on negative emotions 这后面是不是就跟那是负评 人家的表达 the more negative we begin to feel 我们沉免于消极的情绪越多 我们自己就会变得越发的消极 对吧 所以乐观精神和悲观都具有强大的力量 如果你觉得坏事将会发生 往往如你所愿 对吧 这不就是自我的心理暗示了吗 悲观很少让人失望 你沉免于消极的情绪 你就越开始感觉到消极 对吧 哎呀 我是个英语小学札 哎呀 我从小英语就不好 哎呀 我英语一辈子不可能学好 天天的话 自己给自己这么一些负面的话语 教育学当中就会滋生一个现象 叫做习得性无助 见而见之 连你自己都不相信 自己能够的话 搞好学业了 对吧 接下来 Dial结尾加ER 指的就是居住栖身于此的人 叫做居民 我们是不是学过habitant的叫做居民 inhabitant的叫做居民 对吧 resident的叫做居民 今天又加了一个 dweller叫做居民 如果这个单词记不住 看老师给同学们的一个 伪科学的联想 自己住着的地方 Dial 什么都好 都好 D加well 总是挂念着一个人 Dial了 是因为他什么都好 都好 都好 挂念他住在这里 给大家安逆 课下有空的话 可以读一首诗 有点长 所以老师上课就不占用时间了 荷尔德林特别特别有名的 可以说是先生最有名的一首诗 人 诗意的棋聚 后来经海德格尔的哲学产发 诗意的棋聚在大地上 就变成了几乎所有人的一个共同向往了 值得一读 接着往下看 下一个词 illicit 引出 探出 诱出 这个简单 一表示往外 leak表示诱惑和吸引 词源上面第一个 lace 雷丝 同学们有没有觉得雷丝本身就是一种吸引 对吧 的丝 哇 黑丝 雷丝 delicious 使之变成诱惑和吸引 中文是不是叫做美味的 对吧 这个单词如果用的灵活一点点 比如说一个穿黑丝的人 我们就可以说 wow she is really delicious 是不是这个 女孩子特别的delicious 在用到了相对比较洋气的修词呢 对吧 delicious是一个味觉范畴词 一个女人的长相是一个视觉范畴词 A范畴的形容词 形容B范畴的名词 这种修词是不是叫做transfered epithet 通感 钱中书先生给说了这么特别好听的一个中文翻译嘛 对吧 所以常见的搭配 elicit A from B 从B这个地方探出来A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elicit在句子当中 语境里面的不同意向 sentence one these differences may elicit different brain responses 这些差异可能会引发不同的大脑反应 这是不是取第一层引发 第二个例句 the test uses pictures to elicit words from the child 是不是又出又发第二层意思 这像测试用图片诱导孩子们说话 her tears elicited great sympathy from her audience 她的眼泪啊 引发了她的观众们很大的通情 我们中文博得了赢得了通情嘛 好了 下一个单词inbark 讲过好多次了 上船 对吧 单词的词源就是来自于bark en表示始动嘛 始至在船上 上船 bark表示舶船 平底的那种载火船 重点考达的含义 是下面这个端语 inbark on inbark herpa 开始 左手 一个人上了船 显然就要开始的话 自己的航行 左手做其他自己正式要做的一些事情嘛 he embarked on a new career as a teacher 他开始了一个新的职业生涯 作为一名老师 开始了教书的新生涯 重点计 inbark on inbark herpa 上船了 对吧 要做事了 the company also embarked on a desperate cost cutting program 公司开始着手实施一个 孤注一掷的绝望的成本削减的项目嘛 which included 包括the elimination of thousands of jobs 削减了数千个工作岗位 开始了一个desperate cost cutting program 如果把这个表达迁移到咱们自己的写作 是不是特别适合用来写建议措施呀 对吧 当局政府应该开始一场孤注一掷的运动 来怎么怎么怎么样 以其解决上述图画当中 所给出了不良的社会现象 给 下一个词汇eminent 显赫卓越著名 最简单的注击法 eminent 说唱天王 自己是不是就是一个显赫卓越著名的人物 两个单词的话长得蛮像像吧 对吧 it gives birth to many eminent scholars 孕育出来了很多杰出的学者 这个词主 A把生命给了B 我们可以翻成孕育引发导致 对吧 eminent的名词 eminent 显赫和卓越 第二个有点类似于同一词的 prominent 重要的 著名的 显著的 为什么这两个单词含义如此近 因为长得湿的瓷根就一样 就来自于的话 mine这个瓷根 表示矿 做动词表示挖矿 小时候玩过那个挖金子的游戏吗 超级矿工 那个 升下去 拿起来 对不对 所以看一看下一个 underline 从下面开挖 是不是有种挖墙脚的感觉 只要锄头捂得好 哪有墙脚挖不到 所以一步一步的挖 逐渐削弱 逐渐损害 所以往外挖出来了的 是不是有一种outstanding的感觉 脱颖而出 鹤立鸡群 所以说的话 显赫 卓越 著名 挖到前面去了 站着了 重要的 因为重要的才放在前面 一旦站在前面 是不是就变成位置突出的了 显著的了 对吧 下一个词有点难 注意一下看 跟我们讲empirical 那个单词的区分 那个叫做极为重要的 来自于皇帝 empiral emperal 那些词 这一个词呢 哲学词汇 empirical 那个是empirical 这个是empirical 看明白了吧 以经验为基据的 经验主义的 读音读准 尾科学才能够成立 empirical 很硬的果皮 要用尖锐的物体来抠 empirical empirical 这是基于经验的做法 对吧 经验主义 一称叫做经验论 所以写成名词 empiricism 是属于认识论当中的一类 认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知识 知识的习得 知识的获取 知识的传播 对吧 与理性主义相对 所以这一世流派的话 最大的 我们讲一个理论 感性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 一切知识都通过经验而得来 并在经验中得到验证 代表着哲学家 有洛克 贝克莱 修莫 赫赫有名如雷光耳 OK 好了 If the empirical evidence points to anything it points towards school sponsored sports providing assets that are well worth the costs 如果要说这个基于经验的证据 说明了什么 empirical evidence 基于经验的证据 能够指代什么东西 它能够说明的就是 由学校所赞助 由学校所发起 由学校所组织的 这么一些体育活动 所提供带来的这么一些益处 是值得为之付出代价 为之花费的 这个例句当中 大家把这个表达化以化 叉叉 值得为之付出代价 well worth the costs 当我们要翻 比如说阅读 真的值得我们为之努力 是不是还可以把cost 写成什么efforts 这种词 对吧 well worth our efforts enlist 学过哈 使之进入征召名单 兵书十二卷 卷卷有冶名吗 I want you U.S. Army enlisted now OK At the outbreak of war he was enlisted in the army 战争爆发之后 他参加了军队 尤其是指陆军 The public are being enlisted to help 公众被争取 受邀嘛 来提供帮助 Politicians are beginning to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enlisting psychologists help in fighting climate change 政治家开始意识到 争取心理学家的帮助 来对待气候变化 特别的重要 你看 争取谋求 在真题当中 一般后半节 是不是都是和帮助有关 争取谋有别人的帮助 好 下一个单词 equate 又讲过 还记得equal吗 相等 使之相等 同等看待 使等同 使相等 可以指行而下的等同 We tend to equate happiness With freedom 对吧 我们倾向于把幸福 等同于自由 也可以指具体 数据的等同 A 5000 US dollars race equates to 25% 提醒5000美元 相当于增长了25% 对吧 再来看一个派生词 equal 方程式 我们学过的第二个方程式 是不是叫做formular 公式方程式 在后面加一个数字1 就变成了著名的F1赛车嘛 一级方程式 当时还抄了笔记 好多和equate相关的单词 平等 对吧 equality 正义 正义 equity 赤道 equate 等价物 equivalent 回去翻译方号 下一个词 eradicate 新词根出现 R-A-D 表示根 使根不往外出来 是没有种拔萝卜的感觉 所以根除消灭杜绝 对吧 攒炒除根嘛 所以radish 长得像根的东西 小萝卜 大萝卜可长得就不像根了 对不对 radical 根本的 从本质上面的 就引申成为重大基金的 比如说 基金的改革 对吧 重大的决策 radical 从根部的 下一个radiant 形容词 辐射的 从根部向四周拓展 是不是正好属于辐射 对吧 你内心的想法 辐射在自己的脸上 隐身含义 容光焕发的 灿烂的 你给点阳光 你是不是就容易变得radiant 而辐射的名词叫做radiation 好了 maybe one day soon real change will actually be made 可能不久后的一天 那些真正的变革 实际上将会在我们的国家发生 and the gap will be eradicated 差距 两者之间的gap 最终将会被根除 消除 以前被过的消除 是不是叫做eliminate 使界限往外 没有啊 所以eradicate 从本根上面的消除 清除 是不是有点相当于root out 对吧 名词形式 eradication 消灭了 下一个词ereact react 画出来 做词根的含义表示直 所以直直的往外修建 建立建造 这是动词 形容词含义直的 昂首挺胸的 一个人挺直嘛 对吧 reactify 使之变直 纠正 矫正 react表示直 angle表示脚 angle啊 这么一种简单词 实际上也有词源 是来自于泛语的词源 表示那种夹角和拐角 所以人的脚踝和人的脚面 是不是也有夹角 所以angle那个词 就由此得来嘛 对吧 印度化 因为 张冠李带来的一个常见问题 这我们平常所说的 阿拉伯数字 实际上是不叫做印度数字 好伟大呀 从具象的事物当中 抽象化出来一些符号来代替 你数一数啊 一个脚 两个脚 三个脚 四个脚 一二三 四五六七八 还有一些数字 像数字七 有没有发现咱们中国的写法 和国外的写法不一样 它们是这样写 下面一横 当中还有一横 对吧 零就是没有脚嘛 随着游牧民族 阿拉伯 就都从把这支符号体系 从印度带到了欧洲 欧洲人就会觉得 哇 这应该是你们阿拉伯世界的 所以就 就就以俄传俄 俄化成为了叫做阿拉伯数字 对吧 不扯淡了 Rectangle 直角四边形 叫做矩形 大家一起 来让你辨植 是不是就是改正 纠正 一旦被改正之后 它的形容词含义 是不叫做正确的 对吧 That's once they enter school 所以一旦他们进入学校 Children begin to define subjects 人们 这些孩子就开始 定义学科 限定学科 And erect boundaries 建立起来的一些界限 什么样子的界限呢 That needn't otherwise exist 根本就不需要存在的界限 我之前吐过曹 是不是很小的时候 由于专业分工日期细化 我们就把学科做了一个分类 所以说了换造这么一种 特别巨化的学科分类 学习起来的学生 就很难有以前 那种大家 什么都了解的 这么一种风骨了 对吧 这这大学期间 像美国特别流行 一个major 搭配一至两个minor 读了严呢 这double master 双硕士 就变成了一种常态 所以如果第一年级的 屏幕前的一些同学 正儿八经 回去打听一下看 你们学校有没有 主辅修的制度 双学位 倒不一定 特别的必须 因为读起来好辛苦 但二十来个学分 可以混到一个 辅修证书 是不是就是性价比满满 对吧 如果你们学校 还能够允许的话 比如说读多个辅修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 充分优化 自己的知识结构 对吧 尤其是你觉得 你自己的主修专业 就业前景 不是特别好 除了考研来改变专业之外 这种辅修的道路 是不是也是一个捷径 对吧 接下来 看更多的例句 stand with your arms by your side 两个手臂 放在身边 and your head erect 形容词意思吗 昂首站立 头直起来 对吧 it took a couple of hours to reflect the tent 动词含义 建立建造起来 这个帐篷 搭帐篷吧 下一个词汇 etiquette 礼节礼仪 规范规矩 这个单词最早的含义 在法语当中 其实指的是标签 签条嘛 英语当中的ticket 也跟etiquette 这个单词同源 OK 来自法国路易十四时期 在宫廷生宴时 会发给宾客 一张名为叫做 etiquette的纸张或卡片 上面应该写着 注意事项 遵循了各种礼节和礼仪 所以这个法语词 就进入到英语当中了 有没有觉得长相特别的怪异 对吧 medical etiquette 医学界的行业规矩 legal etiquette professional etiquette 这是礼仪礼节 对吧 看完了 接着往下 这种构词法 之前在四级班上 跟学生讲过好多 两个单词拼接而成 形成一个新词 属于一种特殊的合成词的构词 看出来了吗 net加上etiquette 所以叫做网络礼仪 对吧 网上怎么打招呼 怎么跟网友聊天 有哪些注意事项 让对方觉得不唐突 有礼貌 所以类似的构词法很多呢 net加citizen 是不是共同写成了netizen 中文叫做网民 对吧 phone 加snubbing 左边叫做电话 右边叫做冷落 因为有了电话 而冷落了身边人的这种现象 就被称作发饼 phu bbing 这是一二一三年 澳大利亚的报纸 首先创造出来了一个单词 对吧 低头族 所以低头族的这种人 就被称作发burs 太多了 早餐叫breakfast 午餐叫lunch 合二为一 是不是叫做brunch 早午餐 motor叫做汽车 hotel叫做酒店 motor hotel 是不是简写成为了motel 汽车旅馆吧 对吧 smoke叫做烟 fog叫做霧 smog是不是叫做烟雾 ok wireless 无线的 fidelity 保真 无线保真技术 no wifi 就出来 我把第一个单词改一改 high fidelity 高保真 是不是音乐发烧圈子当中的术语 high five 看明白了吧 net加etiquette 其统称叫做网络礼仪 netequette the impolite act violates the basic rules of etiquette 这种不礼貌的行为 违背了基本的礼仪规则 第二层表示礼仪礼节的就比较简单 manner 我们平常听到的 table manner 是不是餐桌礼仪 evoke 讲过 还记得voke 声音 对吧 所以声音往外 引起唤起 某人的记忆或感情 这些照片 换起来 我们在法国度假时候的 那些深刻的回忆 深刻的回忆 memory这种词 词源是来自于 九个谬生的妈妈 记忆女神 memnosia 所以女神仙 记忆女神的名字叫做mem 所以这个词根就由此得来 反复不停的记 是不是叫做记住 remember 对吧 His appearance is bound to evoke sympathy 它的外表肯定会引发 人们的同情 我们刚刚才想过 elicit 是不是可以替换 这个地方的evoke 下个词汇 extinct 把刺往外拔出来 这个东西就死了 对吧 灭绝 绝种 消失的 火山 死的 不活跃的 单词是来自于extinguish 刺往外 吸灭 就引申成为灭绝 Dinosaur have been extinct for millions of years 恐龙已经灭绝 数千万年 Servants are now almost extinct in modern society 在现代社会 奴仆 几乎已经灭绝 这个地方的灭绝 是不是指不复存在 名词形式 extinction 灭绝 绝种 再次强调 翻译题当中 经常考 species indanger of extinction 是不是就是 有灭绝风险的 这么一些物种 on the verge on the edge on the brink of extinction 学过的 这三个单词 都表示边缘 是不是处在 灭绝的边缘 就翻成 濒临灭绝了 对吧 面对着灭绝 遭遇了灭绝的威胁 their traditional way of life seems doomed to extinction 注定将会灭绝 这是灭绝 常常构成的一些语境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看 刚刚讲解过的词根 表示刺和刺激 sting stinct stimule 都表示刺和刺激 第一个sting 名词表示刺 抑或是刺的那种感觉 刺痛嘛 对吧 著名的电竞选手 着动词就是表示刺了 stinging 形容一个人 心眼像刺一般小的 吝啬小气的 distinguish di表示分开 sting表示刺 一堆刺加以区分 辨别 一个人被辨别出来 卓越的 杰出的 出影而出的了 distinguished 我们做演讲的时候 称呼语是不是往往写成 distinguished professors an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尊贵的 教授们 嘉宾们 以及律师们先生们 是不是就用到这个词 刚刚讲的 熄火使破灭 能够熄火的东东 extinguisher叫做灭火器 distinct no 一个东西被辨别区分 是不是就显得不同的了 清楚的了 同样的第二个形容词 distinctive 被区分出来的 独特的 与众不同的 instinct 内在的本根 本能本性 也是一个特别著名的电影的名字 instinct 本能 对吧 最后一个 拿个次去戳离 刺激 激励 写成名词 stimulus 动词 stimulate 好了 下一个词汇 extravagant 奢侈的 过度的 extra 超出超过 vg表示慢游 游到边界之外的 偏离正常范围的 所以就引申成为过度的 挥霍的了 同一词 是不是叫做 luxurious 奢侈的 luxurious 来自于名词 luxury 行为经济学当中的定义 什么叫做奢侈品 非生活必需品 即可视作奢侈了吗 你学设计专业 花两三万 买一台电脑 这是属于专业所学 专业所需 但是只是为了打一些 简单的网页版的游戏 你哪怕配一个 一万块钱的电脑 是不是都是奢侈 对吧 在一个泛娱乐化 雾化了的社会当中 你又会发现 好多人呢 就过分的变成了工具和器物的奴隶 对吧 这不停的追逐 生活当中 所谓的一些奢侈了 OK 还生怕别人不知道 自己的话 可能是属于高消费群体 总是去追求一些 外在的一些认知 来获得自我内心的一些肯定 只有是现在 consumerism 消费主义的社会的标识性特征 对吧 则买了个名牌类裤 要故意翻个边 对吧 则买了个Polo衫 领子要立起来 因为logo在后面 买了一个特别贵的咖啡 牌子要往外放 对吧 买了个新款的手机 是否有购买的冲动 只有一个判断标准 跟旧款的能否一眼看出来 如果看不出来 我就不买 看得出来 我就买 所以往往是那些新出的款式 样子的 是最常销的 所以国人的话 买奢侈品 是否往往买那些 蛮大蛮大logo的 100米开外 可能就能够看到 这是什么牌子 比如说名牌的皮带 对吧 还把西服打开 走走走走 人家一看就看到 这个logo了 这不就是典型的消费主义吗 对吧 好多同学们 也见而见之的 被这么一种社会风气所感染 对吧 网购推出 谁能想到 一开始的意义 是为了省钱的 每年年中 支付宝的账单打开来 是不是自己都嘖嘖撑起 我花了这么多 对吧 湿度即可 OK 毕竟愈合难填 如果这个正面的构词 大家不太 记得住 看一看第二行 北科学了 EX 往外 Travel 是不是音译和单词 都长得有点像Travel 所以字面上面 总是出去旅游的 你说奢不奢侈 对吧 总是出去旅游的 Extravagant in living 生活的奢侈 Would it be extravagant to buy both 把两个都买下 会不会太奢侈了 这是成年人经常做出的一个决策 小孩子才做选择题 对吧 成年人呢 都要 An extravagant display of loyalty 一个奢侈的 对于忠诚的一种展示 过分保露出来自己的忠诚 Extravagant claims about the drugs effectiveness 对于这个药物疗效的 特别过度的 这么一种说法 夸张的说法吗 名词写成Extravagant 好了 来学一学这个单词 构成的前缀 Extra 这个前缀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单独的词汇 中文就叫做额外的嘛 对吧 诺 足球比赛正常的时间打班 是不是要打Extra time 额外的比赛时间 所以叫做ET 加时赛 之前讲过NBA的难球比赛当中的加时 叫做Overtime OT嘛 所以这两种体育项目还不太一样 正常的衣服的尺码是不是大中小 我正常尺码穿不了 我要穿另外的小额外的小 所以现在知道那个XS怎么来的了吧 同样的XL的那个X 现在小的就是Extra了 下一个词 Curricular叫做课程的 所以课程以外的就叫做课外的 90年代四六级考古了老作文题 The importance of X-curricular activities 课外活动的重要 之前跟你们讲公开课的时候说过 做文呢 多去学一些磁火搭配 万金油 比如说开拓视野 丰富知识 对吧 融入社会 提升自我 优化知识结构 对吧 课外活动 有哪些重要性 现在了解了 参加兼职 有哪些重要性 多去图书馆 有哪些重要性 考研 有什么重要性 是不是都是这么一些骗汤话 考研可以开拓视野 丰富知识 对吧 提升自我 优化我的知识结构 兼职呢 开拓眼界 丰富知识 融入社会 提升自我 课外活动呢 这才是精华 好了 接着往下 curricular 是curricular的名词 我们之前学过 课程 对吧 YT叫做履历 课程履历 不就叫做简易吗 等同一resume 所以左边通常 简写成为CV 这是第三次 跟大家提及了 不停的重复 总能记住的吗 ordinary 普通 extraordinary 不普通 异乎寻常 令人惊奇 非凡出色的 vote表示转 actual表示向外 总是把内心想法 往外转的人 性格外向的人 对应的反义词 introvert 性格内向的人 好 下一个词 faction 大团体当中的派别 派系 小集团 比如说斧头帮 对吧 来自词根fact的表示做 做事情的不同人或派别 词一扁一化 就是指派系了吗 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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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w 敌人 看图片 朗朗上口 又构成了押韵 这种押韵叫做押头韵 对吧 friend or foe 大家熟悉了奥斯丁的名编 pride and prejudice 傲慢与偏见 pro 手印结押韵 所以助记法一个字 fow 你说什么他都说否 对吧 就看你不爽 个人的仇敌敌人 所以从科学的词源角度来看 fow这个单词词源是来自于food feel 长期的不和 世仇的双方 自然互为敌人了 莎士比亚在罗密欧和朱利叶当中 都写了这个词 因为罗密欧和朱利叶两家是不是就是feel 世仇嘛 对吧 所以这部戏剧为什么 没叫做悲剧 因为之前说 悲剧里一个判断标准 必须由命运这只无形的大手 在后面操纵 对吧 更何况这个戏剧的结尾好像一点也不太伤悲 K 真的正不太伤悲 对吧 这中国的话就压根没有悲剧了 学文学专业的同学应该熟 中文多的是哀曲 苦行气 怨曲 最后往往是逃不出一个圆满的结局 连梁柱 没有发现肉身殒灭了 化成蝴蝶在天上飞 旁边响起哀怨的音乐 亲爱的你慢点飞 对吧 a field the most promising strategy has become to harness one fool against the other 最为有前途的一个策略 就翻译成为有效的策略 是利用一个敌人 来对抗另一个敌人 敌人与敌人之间相互制约 你是不是就嗨了 harness 叫做马具 就是驾驭马匹的一套工具 我们之前不是学过马疆吗 这个是不是可隐身成为控制 所以一套马具 那更加是控制了吗 控制利用 第一个敌人 enemy 第二个敌人 fow 我们以前还学过opponent 总是反对你的人 但这个单词来通常翻译成为反对者 对吧 跟敌人比程度还没那么重呢 folklore 拆分 folk加入 folk民间民俗的 落就表示知识和传说 民间传说 记得翻译题当中都考过吧 简直是中国最为流行的 一项民间的艺术形式 当时好多同学都纠结 民间不会写 folk 对吧 落知识和传说 丽江当地人当中流传着 因爱而生 因爱而死的传说 这是不是也考过了 According to college folklore a well-turned essay has the power to seduce an admissions committee 根据大学里面流行的 这么一些民间传说 一个表达巧妙的文章 拥有一种力量 什么力量 能够诱惑 勾引 吸引 录取委员会 对吧 就相当于咱们中国 过来人都会跟你讲 读员 尤其是外校过来的 不认识导师 也没关系的情况下 一篇硬核的 影响因子比较大的 科研论文 是不是能够变成一个 吸引招生委员会 和导师的一个东西了 但可惜的是在于 好多本科生 一辈子就从来没有做 科研的这么一种冲动 对吧 也不知道如何通过 学术的方式去套词 去吸引老师 对吧 Admission Committee 在讲义当中顺便画画 大学里面的招生委员会 因为Admit第一层含义 表示承认第二层 是不是翻成被录取 所以大学里面 负责录取你的委员会 就不就是咱们中国的 招生委员会吗 招生办 下一个词 for tell for表示前面 tell表示告知 在前面就告知 是比如那种 占卜之术 预言 data will help us to do remarkable things 数据可以帮助我们 做一些 remarkable 非凡的事情 like foretell the future 比如说 预见未来 总结 for这个前缀 前面的播报 预测预报 比如说天气预报 weather forecast 广阔的播报 是不是叫做 broadcast 广播那个词 前面看见 预见 站在前面 阻止 前面的头 前额 前面的手臂 前臂 前面的爸爸 祖先 前面有阴影 预示 预兆 最前面的 写作文常用 first and foremost 首先最重要的是 last but not least 最后但同等重要的是 这两个表达你们都会 但不是每一个同学都能精准的记住这两个表达的含义 首先最重要的是 最后但同等重要的是 最后一个foresight 看得到前面 前面有sight 视野 对吧 先见之明 预见 深思远虑 写成形容词 forsighted 有先见之明的 有预见性的 深谋远虑的 都是都和for相关 六级词号 下一个 fow 经常看比赛的同学会熟悉 佛山无音角 对吧 fow 犯规 主名词 周动词 犯规 对吧 弄脏 污染 所以一旦被人放了规 是不是极其令人不快 对方的行径 特别的恶劣和粗鲁嘛 所有的隐身意 全部都出来了 所以主要记 放规这一层意思了 ok 谐音叫做fow 放规了我 你放了规 裁判吹哨子 对你的行为表示否定 不认可嘛 对吧 这个单词的标准 构词法呢 是来自于fealth 污物 一个人嘴巴里面出来的污物 就引申成为一些dirty words 肮脏下流的话语嘛 所以所有的这些污物 是不是要变干净 就需要filter 所以看见左边filth 右边filter 知道为什么同源了吧 我们讲香烟的过滤嘴呀 家里面的什么净水器呀 是不是都是起过滤作用 对吧 fow air 令人不快的空气 无浊蓝闻的 fow breath 无浊蓝闻的气息 fow smelling 令人不快的味道 ok 臭烘烘的垃圾嘛 反正就是一个标准的负评价词了 in a foul mood 哎呀 什么叫令人不快的情绪 我们说负评价 要尝试翻进去 情绪不好 in a foul temper 脾气不好 对吧 fow language 不好的语言 粗话 骂人话 脏话 a foul crime 不好的犯罪 a foul murder 不好的谋杀 邪恶的罪行 恶毒的谋杀 rivers and lakes fowed almost beyond recovery by pollutants 这么一些河流和湖泊 都被弄脏了 几乎无法恢复 被污染物糟蹋的一塌糊涂了 fow 下一个词汇 fringe 边缘 外围 这是第一层 边边 第二层 碎流苏 最周围这一圈的边边 第三层 女人头发的边边 就是指刘海 对吧 做动词 边缘有着什么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著名的美剧的片名 就叫做fringe 怎么国内汉化成我老危机边缘 really I thought salaries were high there 我原先还指望着 那里的工资挺高的呢 but there would be some fringe benefits 边边上面的福利 注意哈 benefit结尾有S翻成福利 不加S是不是翻成利益啊 对吧 有一些边缘福利 附加福利吗 presumably 很有可能 along the coast an industrial fringe had already developed 一圈工业性的 这么一个圈圈 正在发展 什么叫做一圈工业性的 在边边上面发展 沿海岸一片带状工业区 是不是现在经常提啊 业已发展起来 street musicians 街头的音乐家 have been gathering 聚集在一起 as part of the festival fringe 作为节 这样一种节目 盛会的边缘 助性的表演 助性的演出嘛 名词形式infringement 违背违反 走到了法律的边边嘛 下一个词 futile 无作用的 无效的 不成功的 来自于拉丁语 倾注倾泻 字面含义为 流走的 徒劳的 我们倒是翻译成为徒劳 还有一个短语呢 对吧 因为徒劳无功 但这个单词是形容词 所以倒没办法替换了 名词形式叫做futility utility是不是叫做效用实用 f表示否嘛 不使用 没效用 就是马上就计数了 由此反推 futile这个词 my efforts to go back to sleep proved a futile 我想要睡觉的努力 证明是徒劳无功的 proved a futile a futile attempt 一个不成功的尝试 a futile effort 徒劳的努力 it was futile to continue the negotiations 继续谈判下去 注定将会无作用 无效 不成功嘛 glacia 冰川冰河 下一个词条 groan 身影 叹息 抱怨 既可以做名词 也可以做动词嘛 名词就是这些声音本身 动词就是发出声音的动作了 对吧 右上角给了两个图片 与其自怨自意 不停的抱怨 哼哼 还不如的话 自我种植 自我成长 你们现在职场当中 最不太容易接受的 就是只会抱怨 不懂改变的人 对吧 领导可能是需要的是 kpi 任务的达成 而不是你不停的吐槽 哎呀 这个资源有限 那个客观条件有限制 对吧 ok 看一看 给大家的注记法 great moment 就等同于growing 所以马上就了解的话 moven和growing 朗朗上口 可以变成一个 同一替换的表达了 对吧 the train cars were filled with growing 这个火车的车厢 充斥着growing 你还不敢确定怎么翻呢 火车车厢满是身影 听起来好可怖啊 对吧 因为很多的乘客 旅游的时候 都没有带现金 哎呀 现在都知道了 那应该是对应着抱怨 叫苦不迭嘛 对吧 可能要买东西 上面又刷不了手机 没有什么post机 是不是只能用现金来买 to grow in with pain 痛苦的身影 to grow in with pleasure 你就不能翻成快乐的身影了 那不是有病嘛 对吧 高兴的直哼哼 they were all mowing and growing about the amount of work they had 他们对工作量 怨声载道 所以这一个小的表达法 实际 mowing and growing growing乘以二 怨声载道 喋喋不休的 在那去抱怨了 下一个词条 group g表示瓜 rope表示绳子 顺藤摸瓜 马上就技术 摸索 对吧 摸金销位 OK 摸寻 摸索着前进 摸某人 做名字叫做摸 顺藤摸瓜 瓜加rope 记清楚这个单词的方法了 grip 紧握紧抓 grab 握住 抓住 这两个单词都和抓有关 但是group和握有关 对吧 这力度还是不同呢 The once mighty Newfoundland fleet now gropes about frantically for crab on the sea floor 一度的话 显和一时 胡说不能的 纽芬兰舰队 Newfoundland 纽芬兰 纽芬兰就是个音译词 先如今 只能够疯狂的 抓螃蟹 捞螃蟹 对吧 多么可悲 表示的话 我们讲的是摸索探索的 进一词 是不是就是explore了 Hemper 做名词表示 有盖提栏 有盖子的那个栏子 带盖的长方形的容器 食品盒 洗衣栏 对吧 把衣服丢进去 哎呀 如果不盖盖子 那味儿 多多多舒爽啊 所以通常情况下 国外的这种洗衣栏 上面都会有一个盖子 所以那个盖子 至于其中的东西来讲 是不是就是一个阻碍和妨碍 所以词源是来自于古法语 Hennep 杯子和酒杯 后引申词意 装杯子的大篮子吗 看这个图片 这不就是典型的食品盒吗 对吧 做动词的含义比较长考 Hemper traffic 阻碍交通 做名词的意思呢 Deluxe Hemp 豪华理篮 有篮子吗 As the sea creeps Into this fresh water Marshes 随着水涌入到了 这一些淡水的沼泽 Marsh However Rising saninity 这个单词是来自于盐呢 盐度 盐分 Is hampering rice production 正在阻碍 妨碍着水稻 的生产 下一个词汇 Hawk 这个简单 球迷同学马上了解 Atlanta Hawks 亚特兰大音对吗 对吧 就是指像笋的那种凶猛的音 Watch somebody like a hawk 像鹰笋一般盯着某人看 仔细打量某人 严密的监视某人 Have rise like a hawk 中国人讲目光如炬 他们是不是就说目光如鹰 目光锐利 拥有鹰一般敏锐的眼力 多啰嗦一句 霍克的话 由鹰这层意思 在政治学当中引申一步 就是指鹰派 好战的那一派 跟它相对应的一种动物 叫做Duff 和平鸽 所以鸽派 就是指组合的这一种派别了 霍克做动词的用法 六级不考 就像鹰笋一样 在街上到处游走 对不对 看到一个人就盯上去问 大哥要不要跌 大哥要不要发票 沿街兜售 就沿街售卖 沿街兜售 这是霍克的动词用法 Hierarchy 讲过 对吧 由高向低 构成了一种统治 中文翻译成为 等级制度 统治集团 该词是由最初的 划翻了等级的 等级制度森严的 宗教统治 最早指的是 僧侣统治 神权统治 后引申词意 社会的层级 等级制度 它的形容词 Hierarchy 分层的 最著名的 我们讲这样一种等级 是不是好多专业都学的 马斯洛的 Hierarchy of Needs 需求等级理论 对吧 这一般最高评 用的是五级需求论 现在的话 还有七级需求理论 对吧 最下面 Physiology 生理需求 上一级 安全需求 中间 社交需求 尊重需求 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 所以每一个人 是不是都在攀爬 这一个需求层级 不知道同学们 现在处于哪一级 对吧 Hierarchy 远足 长途步行 就引申成为的话 价格或费用的 大幅提高和增加 上涨了好远 对吧 High加Walk HighWalk等同于Hike OK 来自英语方言Hike 精神抖擞的走路 隐身词一远逐啊 徒步旅行 特指山路上的这种徒步 所以往上走 就像爬山一样 知道为什么 隐身成为增长提高了吧 James hiked Fished Learned to sail And experimented with hot air balloon 徒步 钓鱼 航行 并且实验了热气球 就体验了一下看 做热气球的那种飞行 下一个单词 Homo genius Homo表示相同 静表示产生 两者产生变得相同 由同类事物 同类人组成的 同类的相似的 它的动词形式 Homo geolais 使相同 使均匀 使一致 下次去超市 买那些进口的饮料 上面都会看到 一个饮用提示 Homo geolais before drinking 的用钱 使均匀 使一致 使上下 混合在一起 变得相同吗 所以 静这个词 跟我们学过 所以Homo表示同 对应的 Hetero 表示亿 所以最简单 Heterosexual 一心恋 一心恋 一心恋的 Homo sexual 同心恋 同心恋的 如果我两个都喜欢 是不是叫做bisexual 是不是表示二的意思 OK Many of the errors in our homelessness policies have stemmed from 此组 源于来自于 Deconception that the homilists are a homogenous group 很多为解决无家可归 而制定的政策上的错误 都源于无家可归的人 是同治群体的想法 他们是一种类型的人 同类人相似的人吧 实际上无家可归的 还会有好多的分类呢 对不对 接着往下 Hop 这个简单 单脚跳 快速的跳跃 OK 做形容词 在四集里面讲 酿啤酒的那一篇里面 倒是考到了 其实是啤酒花 也很简单 一个啤酒倒在杯里面 下面是酒 上面是不是有很多的泡泡在跳跃 所以跳跃的东西 就叫做啤酒花了 对吧 最简单的注记 就是大家年轻人 都特别喜欢的一种音 这种文化风格 应该叫做嘻哈文化 一个不小心就说成音乐风格了 No 嘻哈文化的话 本身源自于美国街头 对吧 这黑人文化嘛 包括三支重要的构成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饶舌月 第二个舞蹈 第三叫做涂鸦 给前两个是不是引进了中国 变成了综艺节目 这第三个也不具备拍成综艺节目的可能 我到哪去跟你找那么多墙啊 然后让每个人的话画一个画 对不对 等你画完了 哎呀 这一期就完了 对吧 中国新说唱 中国 有跳舞 中国有街舞 对吧 风靡意识 OK 所以第一次翻的时候 中国有嘻哈 遭受了好多饶舌乐手的这么一种声讨 哎呀 你连我们这种音乐都说错 嘻哈是一种风格 OK 饶舌才是一种音乐 所以heap表示一个人的臀部 屁股 hop表示跳动 好形象吧 听到那种强节奏 有固定 beats和flow的那种音乐 是不是屁股跳动 对吧 所以你看看这些嘻哈的一些一些年轻人 走路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纯身节奏随之摇摆 伴随的风格 那种oversize 对吧 大大的链子 一头脏便 然后old school的穿着 比如说运动服 运动鞋 对吧 然后那个裤子肥肥的 要卷几个表出来 这不就是典型的hip hop吗 第二个和cop有班 大家就要记住的 表示跳槽 写成名词 什么叫跳槽 是不是就是工作的跳动 用连字符 job hop 写成动词短语呢 they can hop from job to job easily OK 下个词条 hold 跑和扔 然后把一个东西扔出去 就容易遭受伤害 所以由heart hop 由此对应者来挤 扔出去受了伤 把一个谩骂 把一个侮辱辱骂 把一个指责 扔给某人 这一下就看懂了 直接就翻成谩骂某人 辱骂某人 责骂某人 反正都是不好听的话语 第二 把你自己扔向某人某物 指的就是某人某物猛扑过去了 就这么两个端语 对吧 后扔 受伤 下一个词 immanent 宁静的即将发生的 今天刚学过 mine表示挖 挖到里面去 马上要挖到东西了吗 临近了 即将发生了 a boom in skyscraper construction is a foolproof sign of an imminent recession 摩天大楼建设 skyscraper的繁荣 boom 模仿爆炸嘛 繁荣 是一个明显的迹象 什么迹象 of an imminent recession 即将来临的 经济衰退的 一个明显的迹象 这个 这一个小表达当中 陌生词还有点多 第一个词话 boom 第二个 skyscraper 第三 foolproof 啥子都能看得出来的证据 明显的迹象 immanent OK 同一词 immanent的就等同于upcoming 即将come up的 即将发生 即将到来的 我们的 这个胜利即将到来 our victory is imminent 是不是暂时动员时候 常说了一句话 下一个词 incumbent 现任的 在职的 名词叫做 现任的人 在职的人 im表示进入 come表示躺 词源上面同incubate 躺在里面 孵化潜伏 saccome 屈从屈服 一样的 躺在里面的 就是我就在里面 现任在职的了 OK it is incumbent en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做某事 是某人的职责 是某人的义务 你在其位 谋其正吗 你既然现在是在任的 在职的 所以做这件事情 显然落在你身上了 OK shown trend constructed a graph 绘制了一个图表 comparing the incumbent campaign 比较了 现在的在任者 spending advantages with their eventual margins of victory 在任者的竞选开支 优势和他们最终 获胜的票差 margin之前讲过 叫做边缘 victory margin 就是我们讲胜利上面 两者的落差 OK 接下来 indicted 里面欠了债的 负债 我对你欠了债 引生成为心怀感激 OK 感激的词汇 是不是还有grateful 包括appreciative 讲义里面有 那个词 我就不写了 所以着重认识 debt 债务这个词 be indebted to a person for large sum 欠某人一大笔债 we live today indicted to mercadale kashin howish wilkins and maxwell and other women who liberated american fashion from the confines of parisian design 生活在今天 我们特别感激 m ch w m 以及其他的 这些女性 这些女性 是哪些人呢 解放了美国的 时尚业 从哪呢 从巴黎设计的 束缚当中 liberate a from b 将 美国的时尚 从巴黎设计的 束缚中 解放出来 我们对这些女性 深表感激 这谈论到我们讲的是 时尚设计的那篇阅读吗 我们写作文的时候 尤其是写感谢信 这句话就特别好用 I'm deeply indebted to my family for all their help 你像以前四六级不是考过一篇作文 进入大学之际 给以前的老师写封信 表示感谢 稍微改一改 I'm deeply indebted to my dear teacher for all their help 深深感激 我的老师给我的所有帮助 是不是都可以了 所以第二个表示感激的 appreciative 下个词条 insulate 使之变成导 使隔热 使绝缘 使隔离 当它翻成隔离的时候 马上想到了 isolate这个单词 对吧 这个单词是来自于 拉丁语insular 表示导 词源形式上 就通通有 导的意思了 所以形容词叫做insular 你看第一层 岛屿的 第二层 思想狭隘的 第三 保守的 文化学当中 把国民性格分成了三类 岛国性格 大陆性格 和半岛性格 所以推荐同学们看一本书 特别有名 橘与刀 橘是我们讲日本皇室的象征 对吧 刀是武士道精神的象征 所以这本书啊 十二战期间的话 本身战利记者 写出来了一个 国民性格的分析了一种书 算是一个介绍性质了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其实应该翻成菊花语剑 对吧 咱们国内翻成了菊语道 所以岛国四面环海 独处一鱼 所以会发现的话 气候不太好 自然灾害频发 所以诸多的话 这样一些物质环境 就导致了岛国性格的核心 就是忧患意识 对吧 所以对他们来讲 可能特别纠结 说不定第二天我睁开眼睛 我家就被四周的海水所淹了 所以他们最大的梦想 是不到大陆上面去寻求一个 永居的天堂 墙壁和天花板 能够绝缘隔热 来遵守符合新的建筑规定 conform to 遵守 符合 They lived in happy insulation from brutal facts 他们生活在幸福中 与这些残酷的事实 绝缘了 隔离开来 名词形式 insulation 隔热 隔音 绝缘 隔热 的材料 都可以 insulation 特别好玩的一个词了 下一个integral 完整的 构成整体所必须的 内置的 单词就是来自于integral 这个词根 整个六级范围之内 考到的单词 都在这一屏了 形容词词性 名词叫做integrity 完整 一个人性格完整 就引申成为正直 诚实了 一个人很正直 对吧 动词integrate 使之变完整 使合并 使融入 加上一个否定前缀 第四表示分开 使合并融入一体的东西分开 所以叫做使碎裂 使分裂 使解体 使瓦解 一个叫做整 对吧 一个叫做碎 正好是一对反语词了吗 Vegetables are an integral part of our diet 蔬菜应该变成我们 每日饮食当中 不可或缺的 必须的一个部分 An integral system 一套完整的系统 A TV An integral video recorder 内置录像机的 这么一种电视吗 内置的录像机 在这个电视里 所以integral 这一系列词 看懂了吗 使之变完整 完整的 内置的 下一个词条 Italigible 讲过的 能够体现出来 一个人的智力水平的 水中文翻译成为 明白意懂的 言语明白意懂 文章明白意懂 之前说过 OK Intel加上lag 可以被选出来 可以分辨 容易理解 His lecture was readily intelligible to all the students 他的讲课 学生们都能轻松的听懂 你看 是不是就等同于 understandable understandable although people with the syndrome have intangible speech their manners of speaking is altered in terms of timing and tongue placement 尽管这些患有综合征的人 syndrome咱们学过 对吧 口齿清晰 易懂吗 但是他们的说话方式 会被改变 在什么方面呢 timing 时间的节点 and time placement 舌头的位置上 下一个词 intimidate 关键词timid的画出来 胆怯 羞怯的 所以使之内心 胆怯 中文就翻译成为恐吓 使之内心变胆怯嘛 比如说有一个大狗子 在你面前 什么内心当中 就变得特别的timid 它的存在 是不是就是 intimidate的过程 一个胆怯的声音 羞怯的声音嘛 a policy that is both timid and inadequate 一个政策 既缺乏勇气 又不完善 抨击嘛 she's not intimidated at all 她完全没有被吓到 and she criticizes me in exactly the same way she did 并且用之前一样的方式来批评我 名词 intimidation 下一个词条 intricate 错终复杂的 复杂精细的 难以理解的 in表示里面 trick表示三 深陷三角关系里面 那关系一定错终复杂 深陷三角关系 一定错终复杂 好记了吧 intricate 标准的构词法的讲解呢 in表示进入 trick表示繁琐 所以词源上面 同花招诡计相端 所以它的反义词 根据构词 只要把前缀趋返就行了嘛 对吧 使人从精细 繁琐的东西里面出来 就叫做失摆托解救 卷入所适的嘛 intricate 隐身含义 错终复杂 这是我们之前背过的同一词 complex复杂的 complicated复杂的 对吧 language all share some deep and intricate universals 所有的语言 都共享一些深层词的 并且错终复杂 精细复杂的一些共性 universals 突然想到 还有一个表示精细复杂的 在阅读里面出现的 讲AI人工智能的那一篇 sophisticated 是不是叫做精细复杂的 对吧 来自于soft这个词根 表示智慧嘛 一个机器充满智慧 对吧 我们说更加智慧的学生 叫做sophore more soft 二年级学生嘛 因为大一的学生叫做新鲜人 freshman 对吧 智者 是不是叫做sophist 充满智慧的人 爱智慧的学科 叫做philosophy 哲学 philo表示爱 soph表示智慧 所以 看过一本书吗 苏菲的世界 现在知道为什么 剧中的女主角叫做苏菲了 因为爱苏菲 就是爱智慧 爱智慧 就是爱哲学 这个哲学的入门书 名字取得好吧 内涵深意呢 对不对 OK 第二个例句 they have bright colors and intricate patterns 这些蝴蝶有着鲜艳的颜色 身上有着错综复杂的图案了 OK 下一个词汇 intuition 直觉 直觉力 心理研究当中 一派理论认为 人的第六感 就叫做直觉感 ESP嘛 人的第七感 就被称作实觉感 对吧 这部分和生物中的感知有关了 现在几点钟 不看表 你感知到的时间 跟真实的时间越接近 就说明你的实觉越强 这生活当中好多应用呢 你看那些职业电竞选手啊 什么时候的话 开龙 什么时候打仗 打架 是不是都完全凭精准的预估 跳伞运动员 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 对吧 什么时候拉伞 这完全凭实觉 拉走了 容易挂 拉晚了 一定挂 对吧 直觉 Intuition 形容词 Intuitive 直觉的 凭直觉的 Family Intuition 女性的直觉 往往超出男人的想象范围 好厉害 可能天眼 对吧 这女人对于细节的敏感 和直觉程度 真的吓得可怕 Use your intuition here If you really feel that you should do it now then follow your instinct 这里拥有你的直觉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应该做 那么追选你的本心 Instinct的叫做本能 对吧 遵循你的本能 因为本能就是直觉 直觉就是本能 Sexual Instinct 性本能 Maternal Instinct 还记不记得妈妈那个词根 母性的本能 Survival Instinct 生存的本能 Somebody's First Instinct 第一感觉 考试是不是特别玄幻 经常检查的时候 改来改去改错了 所以一般有经验的 都会跟你说 除非有着确凿的理由 支撑自己改变答案 不然的话 是不是永远是以 自己的First Instinct为准 对吧 Intuition Instinct 内心当中的直觉和本能 下一个词汇 Irritate 把这个地方的tate 想象成为table 最下边irrigate 看到结尾有gate 这给四季学生讲的是 口诀背诵 激怒的是桌子 灌溉的是大门 对吧 出了这个门去灌溉庄奖 拿着这个桌子 要打死你 所以把你激怒了吗 激怒的是桌子 灌溉的是大门 Irritate Irrigate 这两个行径词 看清楚 It really irritates me 这真的让我特别的生气 When he doesn't help around the house 家里的事情 他一点不帮忙 This cream may irritate sensitive skin 隐身含义了 这一个cream 应该叫做润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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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霍霜 球队的名字叫做青春 实际上俱乐部舰队有了一百多年的悠久历史 所以为了表达对于这一家俱乐部的尊敬 外号才叫做老妇人 尤文图斯 对吧 Juvenile Juvenile 就是被青春女神所眷顾的那一群适宁的人 做名词叫做少年 形容词青少年的幼稚的不成熟的 含义都出来了 青春女神 对吧 Juvenile 天天闻到奶的味道 幼稚的青少年 OK 接下来看一看跟青少年相关的词 第一行 两个单词是来自于希腊语的动词 adole 左边是过去分词形式 右边是其现在分词形式 就相当于英语当中的grow这个动词 所以左边相当于growing 右边相当于growing 马上了解了吗 已经长成的人被称作adult 正在成长的人被称作adolescent 过去分词形式 已经长成了成人 还在成长的青少年 你们还在长吗 所以你就不能用adolescent的形容自己 啊老师我在长 体重在长吧 对不对 teenager之前学过 专指13到19岁的人 为啥 以team来作为年纪的人吗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到了20就不以team了 11 12也不叫team 所以在阅读过程里面 当你看到了team这个词 就马上想到 应该是teenagers的缩写了 十来岁的年轻人 youngster就是你们的身份呢 年轻人嘛 juvenile就是刚刚讲的 要青少年呢 最后一个 使之再次变年轻 使年轻 使恢复活力 那个电影嘛 重访20岁 对不对 juvenile crime 青少年犯罪 juvenile offender 青少年的罪犯嘛 就叫做少年犯了 a year after the program participants were less likely to have had an encounter with th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在这个项目活动 一年之后 参与者不太可能 触碰 触犯 少年的司法制度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ok 说明这个活动的话 效果卓越嘛 对吧 kidney 肾和肾脏 我们吃了腰子 是不是就是肾脏 图片是不是特别好 一边是一个人的肾 一边是不是苹果 我发现这个苹果的重量 还压过了肾 对吧 一个肾还不够 一个半肾 是不是才能买个苹果 这肾脏的构层 对吧 肾脏的重前面了 横前面 kidney failure 肾脏的衰竭 肾脏的失败 in adults excessive use of some pain kidney drugs 对于一些止痛药物的 过度使用 可能会导致一些 严重的肾的伤害 肾脏的损伤 这是不是也算是 生理常识了 landmark 简单 拆分一下看 地标 左边叫做地 右边叫做标 对吧 或者指的是地标新的建筑 发展过程当中的地标 就引申成为里程碑 我们以前学 是不是叫做milestone 里程碑吗 a landmark decision 一个里程碑班的决定 重大决定 in 2011 they released a landmark study 11年 他们发布了一个里程碑的研究 以XX为标题 Academically Adrift 雪海漂泊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帝国大厦 is a familiar landmark on the New York skyline 是人们熟悉的纽约高楼大厦当中的一个landmark Levish 奢侈豪华 今天学到的第三个词了 我们学的第一个是不是叫做 extravagant 第二个 luxurious 第三个就叫做 Levish 是取奢侈豪华 当取慷慨大方意思的时候 同一词是不是叫做generous 对吧 词源是来自于拉丁语 Lavere 冲袭涌出 对吧 六集当中的一些同根词 Lava 从火山当中涌出来的叫做岩浆 dilute 分开冲洗 叫做稀释 最后 一个人冲洗的地方 就叫做厕所了 Lavatory 厕所 是不是挺形象的呀 冲马桶的地方嘛 Royal Palace on a lavish scale 一个皇家的宫殿 以一个奢侈豪华的规模 我们就说庞大的皇宫嘛 Lavish lifestyle 奢侈豪的生活方式 Lavish gifts 奢侈豪的礼物 丰厚的礼品 Lavish costume 奢侈豪的服装 昂贵的服装 Lavish celebrations 奢侈豪的庆祝 规模盛大的庆祝 OK 既庆祝本意 奢侈豪奢侈 舍得花这么多钱的 就说明慷慨大方的嘛 对吧 That's what hard looking men and women say to justify their lavish vocations 这就是努力工作了 男男女女们 为他们豪华的假期 所做出来的辩解 Justify 证明什么什么有理 说明他们这样一些奢侈的度假 是合理的 这就是他们所做出的 这么一种理由分析了 OK 下个单词 Leaflet 之前讲过 ET和LET表示小东西 一片片飞出去的小叶子 就是指传单 活跃 单页的广告 做动词 自然就是指发传单的意思了 hand a leaflet pass a leaflet give a leaflet send out a leaflet 是行动方四六级班节的传单 You would also be responsible for getting our leaflets brosures and catalogs designed 你将负责我们的传单设计 小册子的设计 以及目录的设计 都该你了 对吧 下一个词条 Leaflet 学过的 还记不记得Leaflet 这个词根表示轻和往上 对不对 我们之前学过elevator 电梯啊 对吧 所以十字变轻的东西 叫做杠杆 就引申成为操纵杆 控制的手品 打游戏的时候 对吧 students in university towns may also have access to another liver for involvement in accelerated math math circles 住在大学城 这个表达法 大家可以学一学 好多的同学 是不是就住在 你们所在城市的大学城啊 可能拥有另外一个 学习高等数学的途径 你看 除了翻成advanced math 还可以翻成accelerated math 加速的数学吗 拥有令 数学圈 math circles 我朋友圈呢 friend circles 是不是都出来了 我朋友圈